房屋只剩瓦力堆 五家可归的民眾 在寒冬中只有臨時搭建的避難所 有些人直接坐在地上 這是敘利亞西北部災區 土耳其強震 讓原本就為內戰所苦的人民 處境更嚴峻 土耳其敘利亞兩國都急需更多協助 地震發生以來 各國的愛心捐款陸續湧入 但外媒報導 有不肖人士利用人們的愛心來行騙 短影音平台TikTok出現許多直播 播送土耳其敘利亞 當地災區的畫面 或是救援過程的影片 並不斷重複 同時在影片中標註 請幫助土耳其 為土耳其禱告 和給地震災民捐款等標題 透過直播吸引觀看者捐款 另一支TikTok直播影片 則是一名驚慌失措的兒童 從某個爆炸現場逃出的照片 播放的帳號寫下 請幫助實現這個目標 似乎在呼籲觀看者捐款 但其實這張照片 並非來自土續地震現場 而是2018年 由一名Twitter用戶發出 主題是停止阿夫林屠殺 這些行片手段 也出現在Twitter上 一名消防員 在倒塌的房屋前 抱著一名孩童 並在貼文裡附上 加密貨幣的帳戶連結 來呼籲捐款 但根據希臘媒體指出 這篇貼文的附圖 並非真實照片 而是愛琴海消防隊 一名前指揮官 利用AI軟體畫出來的 外媒報導 網路安全專家示警 這些出現在TikTok和Twitter上的 假捐款資訊 恐怕進入私人PayPal帳號 或加密貨幣帳戶 而透過TikTok直播送禮 平臺可抽成約百分之七十 對此TikTok說明 實際抽成並沒有這麼多 並表示他們致力防範任何人欺詐 或誤導捐款的行為發生 即使有不肖人士利用善心 中保私囊 但土序災民依然需要協助 捐出善款 還是透過官方途徑最安全 華社新聞 莊恆琦 黃昭盛 專題報導